12月14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士表示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當天率團前往深圳 與廣東省商討通關細節 為香港爭取更多通關配額 這個工作今天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因為政務司司長今天 已經率領了一個政府團隊 包括保安局局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創生及科技局局長和相關政策局 和部門的同事去了深圳 準備與廣東省開對接的會議 因為我們開的是綠路口岸 所以涉及廣東省的 但當然因為口岸的問題 亦都有來自中央的海關總署 和其他相關部門 以及市政府來代表開會 商討落實通關安排的細節 林鄭月娥指出 政府會優先處理通關工作 先已推出包括啟動香港健康碼等相關舉措 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4萬人提出賬戶申請 其中超15萬人的港康碼賬戶已開通 第一就是推出香港的健康碼 或者我們叫港康碼 來配合日後的通關的安排 自上星期五推出之後 市民的反應是良好的 直至今早九時 最新的數字已經有超過44萬名市民 申請了這個註冊的帳戶 在這一刻是沒有人排隊的 網上都是順暢 其中超過15萬市民的帳戶已經啟動了 疫情持續 疫苗接種也是市民關注的焦點 對此 林鄭月娥表示 目前特區政府也在著力推進第三劑疫苗的接種 目標將於明年1月初 擴大復必泰疫苗的全面接種計劃 現在我們也是已經開展了第三劑疫苗的接種了 現時的情況就是已經 凡是已經接種了兩劑 科興疫苗超過六個月的人士 都是可以接種 不需要理會這個人士屬於什麼的組群 但是復必泰的接種到目前為止 都是只適用於一些高危的群組 例如長者 長期病患者 或者較高感染風險的人士 整體兩個疫苗的第三劑 一共已經打了二十萬 二十六萬 我們希望目標是在1月初 就可以開始擴大復必泰的第三劑接種計劃